3月20日,香港大学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,新冠肺炎病毒的及时有效繁殖率近期上升。 香港正面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风险,接下来会有大型社区爆发出现,市民应继续做好防护工作。 随着海外输入个案的增加,香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长迅速。 除此之外,港大医学院市委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20日公布的报告指出, 近期已有本地爆发的可能性出现,数据显示,香港自1月下旬以来,病毒的及时有效繁殖率一直控制在意义下, 但过去一周已经超过一,仅每一个患者可以将病毒传染给至少一个人。 即使说在那个潜在风险已经在书,是不是我们已经在一个礼拜前已经开始有这个持续的本地爆发? 未知,但是风险肯定在这里。 梁州伟强调,目前疫情依旧严峻,但调查发现,港人的防护意识近期有所下降,人群聚集,聚餐的现象有所增加。 他呼吁市民保持社交距离,商铺应注意营业时间,人流控制,继续采取防疫措施。 老人院设的防护工作更应做到滴水不漏。